170 山頭都市報 暴風科技巨量跌停 2015年7月14日財經熱點21暴風科技昨日開盤跌停 報276.8元股 國信交易軟件顯示 開盤時跌停板上堆了1,500萬股賣單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 暴風科技流通股本也不過3,000萬股 暴風科技昨日復牌 公布了一份十轉 一二的2015年半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同時發布公告將與深圳首勢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並出資5,100萬投資由首勢科技成立的互聯網演藝平台公司 公告顯示 暴風科技與首勢科技簽署投資合作意向書 首勢科技出資現金50萬元設立標的公司 標的公司成立後 暴風科技以現金人民幣5,100萬元 向標的公司增資礦股 增資後 暴風科技持有標的公司51%股權 此前 暴風科技停牌超過一個月 期間 股市場大幅回調 創業版更是多隻股票連續跌停 創業版指數在6月11日到7月11日間下跌了33.87% CEO 馮欣增回應稱 雖然暴風科技屬於停牌狀態 但朵時朵不過去的 全景 成功 致性能合作意向盡荷